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BLM組織在Twitter上發表了貼文 他們聲稱認為自己被民主黨利用了 而在今天他們又再次在波特蘭市那處發動了搗亂的活動 這隻拜登今次認真是頭痕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北美其中一個最大型的工會 曾經是力挺拜登上台 而這隻拜登在就任的第一天 就已經馬上叫停了美加基石XL輸油管道的建設 導致有幾萬工人即時失業 現在這個工會領袖就走出來說 說後悔撐錯拜登 這次都可以說是自作自首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BLM組織為何要發拉扎 他們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那條貼文說 我們開始進入了一種感覺 就是民主黨人在利用自己 後面加了兩個表情符號 都是用手遮蓋自己的臉 表示很失望 似乎現在這個BLM組織 終於是要面對現實 根本就是被拜登用完職氣 而在剛好的時候 BLM組織就在波特蘭市 發動了一場示威活動 走去跟警察對視 場面當然就是相當激烈 其實我們在前日的節目當中 都已經預測了 說BLM組織 遲早都會走出來反拜登 現在也是準確 因為我們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既然Antifa都出來反拜登的時候 你不爭在BLM都會反 因為這兩個組織的關係相當密切 就像一個硬幣一樣 一體兩面 所以Antifa出來反拜登 BLM肯定都會跟隨 現在BLM這班傢伙就走出來vvwetwet 其實都是有跡可尋 他們的頭目Carlis 曾經 連續兩個月要求跟拜登或者賀錦麗進行會面 在其中的一封公開信裡 他們就開宗名義地提出要求 想加入拜登政府 參與政策規劃的工作 實際參與什麼工作都是其次 實際上就等同於向拜登發出了最後通牒 提醒你拜登 我們這個組織是有份擁立你登基的 你當了皇帝你不記得我們這班功臣 你至少是要搞一下政治酬勇 分一官半職過來 是不是 沒有的 沒有的時候 你拜登肯定濕制 他們不作反才期 根本上他們就是想加入你的政府 就是分著數分利益 BLM就已經連續兩個月提出了要求 說要見你拜登 或者是賀錦麗 你這兩個人原來都是這麼沒本心的 都是過了海就神仙的 過橋抽版的 現在他們當然是起勢地搞事 而且大家觀察一下 這一班的BLM也好 或者是Antifa也好 他們專門選擇一些在民主黨執政的州的地方 是搗亂的 他不選共和黨 因為他知道現在 他再搞共和黨 基本上就已經是沒有作用了 因為他要搞你這個當權 他要問你拿這個政治科索 所以這次其實不單止是拜登本人頭癢 連民主黨執政的州 都很嚴重 上個星期就在西雅圖和波特蘭 剛才又在波特蘭搞事 你說下一次其實很準 都是民主黨執政的州 必然會這樣發生 但是關乎過去這一段時間的情況 拜登就應該不想找人情數 他擺明是想和Antifa和BLM斬攬 可能他自己也會覺得 就是我今天分封你 這些組織頭目進來我的政府的時候 他朝你又繼續搞這些政治勒索 是無日無之的 因為這班人貪得無厭 你封那班首領做一官半職的時候 他遲些又可以跟你拜登說 說我下面很多兄弟要等著開飯 到時拜登 難道又要逐個分封 整個政府給他們做也不行 所以我相信拜登 對著這兩個組織 他是不會跪下的 所以接下來大家就有花生吃了 這兩個組織肯定就出來反他老美 所以拜登這一局是要硬吃的 他沒得走的 因為人家事實上就是覺得我撐過你 比如說這個Colus曾經說到 如果沒有我們黑人對你拜登的大力支持 這次的選舉結果 就肯定是會完全不同 簡單之 就是我們黑人幫了你拜登贏得這次選舉 他們就以一個功臣的身份來自居 至於那班組織的途中 現在肯定就認定了拜登 是忘恩負義的 所以接下來在民主黨執政的那些州 應該都會有大龍鳳上演 是差幾時爆發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又說另一宗消息 北美其中一個最大的工會 就叫做北美國際工人聯會 他們的首領 在過去這兩個月以來 就不斷吹捧拜登 比如說他們就說到 說拜登答應了我們 他將會是一個 最親工會的總統 所以我們工會的前景 將會是非常之樂觀 在上年12月說的這句 這個工會領袖曾經說過 說我們整班工人 是成功協助到拜登和賀錦麗 當選總統 以及幫了很多其他親工會 親工人的候選人 當選成為國會議員 即是說他們一直以來 都撐到拜登仆心仆命 誰知道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 馬上就叫停了美加基石 XL輸油管道的建設 那樣就是大基建工程 搞到有幾萬工人就馬上失業了 而且不僅是說美國人 加拿大人也有部分是失業的 變相拖累了兩個國家的經濟 尤其是在現在武肺大流行的時候 說轉工也不是那麼容易 拜登完全就是沒有看出民情 現在這班工會領袖 又跑出來 咦咦咦咦咦咦 他們就說 很後悔撐錯了這個拜登做總統 不過 就四隻字回贈給他們 叫做什麼 自作自壽 你撐的 這個人是不是先 沒有人逼你 有個特朗普總統 你不撐 你去撐拜登 搞到那麼多工人 沒有工作 你說不是自己拿來壞 所以是什麼 而且他們不要想著說 有什麼變動 沒有變動 在接下來的四年 都是由民主黨執政 拜登 也好 就賀錦麗 賀錦麗再 就到佩洛西 一直有個總統 繼任順位 在這裏 所以在接下來的四年 這班傢伙 應該有排後悔 寫定悔過書給那些工人都可以 好了 白宮的其中一名發言人 就怎麼說呢 他們就告訴那些 輸油管道的工人 說You can find another job 就是說你就可以找第二份工 這樣說話都可以 你至少 看出那班工人的慘況 看出他們的感受 說話都軟轉一點 你搞到人家失業 你還告訴別人 你可以找個第二份工 鬼不知道 哪裡找 你那班做官的 高薪口綠 你怎麼知道外面的就業環境 是有多危險 你說口響 叫人家找過大份工 你有沒有提供一些必要的協助 才行 是沒有的 你只有一把口 所以那些工人慘 現在就是 無厘頭失業 接下來 我又想說多一件事 就是關於 李柱銘 他在《蘋果日報》那裏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基調都是唱衰特朗普 然後吹捧拜登 他就這樣說 說特朗普執政四年 令到美國陷於極為嚴重的分裂局面 新任總統拜登 要將美國再度團結起來 肯定就困難重重 因為特朗普的影響力 不會因為卸任而減退 也就是拜登政府 仍然必須時常應付 另類事實所帶來的挑釁 甚或是騷亂 況且 任何共和黨重政者 為了保障他的政治生涯 都不能夠失去 特朗普手上的貼票 因而就要繼續 活在他的陰影底下 他就說這些抹黑說話 喂 大哥 現在在社會上 為了拜登製造麻煩的 是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擺明不是 現在發動騷亂的 搞屁股的那些是什麼人 是Antifa 和BLM 李柱銘是不是看不到這些事實 怎麼能夠還扯下去 共和黨或者特朗普的頭上 這些完全是不公道的說法 而且也是漠視了基本事實 他還說到 說後真相是明顯非常危險的趨勢 因為當世界上沒有了真理 所有人都會陷入黑暗當中 而拜登正正是帶領美國走出黑暗的最佳人選 因為他為人謙信 具同理心和包容力 而且和共和黨的關係良好 向來都可以溝通合作 相信拜登可以為美國社會 帶來希望和真理的陽光 這些說話真是 十足當年 國末藥吹捧毛主席那些文章 要不要寫成這樣 拜登給了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會這樣 好像吃了迷藥一樣 拜登是不是真的好像你所寫的 這些全部都是你憑一記印象自己寫出來的 為什麼你不是去回顧一些基本事實 才是寫一篇文章 這些純粹就是你自己的印象 拜登是不是真的甚麽為人謙信呢 只是看看那幫國民警衛軍 怎樣被人趕去停車場睡覺 你就知道這幫傢伙的精英心態是多麼嚴重 李柱銘竟然還說要認同拜登 我不知道你認同他是什麼 還有就是 李柱銘曾經說到 說在2014年的時候 跟陳芳安生 就回顧過拜登 他對於拜登的印象 就是 好像一個總統一樣 他就形容拜登是斯文 具有幽默感 但是他就拒絕評論 拜登上場對於 美港關係有什麼影響 但是就說 美國議會多年以來的對港政策 都沒有黨派之分 他就舉例 在過去兩年訪美期間 縱然現任總統特朗普的統治之下 兩黨分歧甚大 但是在香港問題上 雙方都是願意幫香港 他又吹捧了所謂的 兩黨共識 你看下去就知道究竟有沒有存在 你不需要在現在這個時刻 就猛地幫他做一些吹捧的功夫 凡事都是看什麼 看客觀事實 不是憑你的主觀印象 就說拜登怎麼好 說到他天上有地下無一樣 實情我自己的看法 真是想作嘔 為什麼可以這樣來吹捧他 他現在所做的事 很多都是 跟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就算有什麼共識也沒有用 民意都是反他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